我要是学佛的话 周围的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 我先带你穿越到唐朝的长安城逛逛吧 在哪当值全球最繁华的大都市内 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你会发现上至帝王将相 下至平民百姓 无论男女老少居然全部都学佛 甚至连屠夫都学佛了 家家观世音故故阿弥陀 说的就是当年的长安城 你要是告诉别人说你不信佛 周围的人一定会觉得 你很奇怪 哇 你们快看 这个人居然不信佛耶 到了现在 确实也有一些学佛的人 会让人觉得很奇怪 整天神神叨叨的 这是因为 他们没有建立佛法的正知 正见 正信 佛教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会受到很多 民间信仰和习俗的影响 神佛不分 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以至于现在 很多次认为学佛的人 学的根本不是佛法 或者只学到了很皮毛的一点东西 对佛法的核心内容完全不了解 所以 学佛最重要的是要有正见 作为一名正信的佛弟子 是不会和奇怪这个词挂钩的 学佛是自觉 自愿 自尊 自肯 并不是以他人眼光 来决定自身价值 感谢 Comb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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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